以前我的專長 像我寫過PHP 寫過ASP ASP Darnet JSB 全部都寫過了 那以往的話 我要取得 Client端的東西的話 我必須要建表單 建完表單之後 我要一個database 所以我需要一個web server 加一個database server 然後才能去run這個東西 現在Google表單有了之後的話 我用這個東西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它 你們剛剛填的東西 直接都到什麼呢 Google的 它是把試算表拿來當database 你們填完之後就到上面去了 而且你這個表單 大概花三分鐘就做完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主標題 一個副標題 裡面填的單 這個是單行 單選多選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是多行 最後就按個提交 其實我做完之後 我比較麻煩是我要想 我到底要問你們什麼 光這些問卷我要想很久 想得比較久 做的話大概做三分鐘就做完了 三分鐘之後的話 你們就填完資料 那填完資料就在這裡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以前到database上面的東西有沒有 現在都到試算表 所以我覺得 我曾經在專題裡面 我們上課的專題裡面 也用過什麼 直接拿Google的試算表 拿來當database 可不可以呢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 如果你有安全性 如果你有效率上的問題的話 當然不適用 可是如果你一般性使用 對一般來 而且都free的嘛 他就直接把東西 可以寫到這邊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有把你們的名字給蓋起來 因為有那個 現在什麼個資法有沒有 所以你們的名字 我把它擋起來 看不到 然後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你們的需求的話 其實這邊有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他就可以馬上出現 像這個問題答案是哪一個呢 89%的同學答對 這兩個同學沒有答對 所以這兩個同學 可能加把他加強一下 OK 好 那再來的話 你們的程度基本落在這裡 有兩個 剛好也是兩個 進階 然後其他的入門 OK 然後還有完全 有七個同學 所以如果你是落在這個群組的話 你就要跟旁邊同學 大概多 可能是多花一點時間 那你需要上課哪一部分為主 這邊的話 主要是落在這兩個 OK 看一下 入門解說 包括Java的基本語法 OK 然後實際的範例 多點Android範例 OK 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我們後面的上課 基本上都是Android的 實際的範例 理論部分講的比較少 我把這個講完再下課 OK 那學習動機的話 是我成長的最多 所以大部分同學其實還蠻積極的 想要多學一點東西 另外的話一技之長 OK 還不錯 我們這班其實算起來還蠻積極的 然後你希望工作跟專題 所以還是主要是實用部分 然後還有七個同學是只有學習 還沒有想到運用的層面 那會不會很會用 一半的同學已經很會用了 但是還有一半同學還 還有這邊還有兩個同學是用智障手機 請如果來上這門課 請跟update一下 不然的話可能會有很多的 可能很多的障礙 OK 那有沒有半吃到飽 我們這班好像比較少一些些 因為我在其他班幾乎已經快七八成 都是半吃到飽 所以我們這班同學 OK 那Java有沒有完全沒學過的有七 喔 差不多四成喔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障礙 OK 沒關係 反正 其實學enjoy就學Java 學Java就學enjoy 反正兩個是相通的東西 然後會不會安裝會 然後APK會不會 那這邊注意喔 APK也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一定要 Publish到Google Play那很麻煩 你要輸出的APK直接裝在手機 是很必要的 所以你要 那特別是裝的時候一定要那個什麼 位置來源那個要打勾 才可以安裝 不然的話他不可以安裝 那部分 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然後會不會Root 只有三個知道 會不會刷機 有五個同學知道還蠻不錯的 很多班級其實甚至什麼叫刷 那個刷機都沒聽過 OK 好那其他的話大概我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這班其實還蠻愛國的 凡74的同學想要 我最近好像有個分析師 把HTC平的一文不值 而且最近一絕不正 OK好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的問卷結果 這個地方我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下面的那個分享區 我裡面有蠻多的資源 還有聽到 intervention區 再仔細看 接下來我一覺 看到 Fantastic